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您可以点击右下方的订阅按钮 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点亮小铃铛 及时接收影片更新提醒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你医生的福报 就藏在你手上的这碗饭里 常言道 饭桌减人品 一日三餐 看似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 往往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本质 平常普通的吃饭之举 也能从中看出一个人一生的富贵贫贱 福报几何 正如蔡兰先生的新作 晚静福智离说 对生命心怀敬畏 对食物心怀感恩 方能以淡定的心态 从容而优雅地走完这一生 吃是一门大学问 用什么样的心态和姿势 去面对食物 都能看出一个人 是否积累了福报 碗静 福智 我们的碗里 藏着我们一生的福报 对食物 缺乏敬畏心 终将会得到惩罚 了凡四郡中 了凡先生 告诫子孙的第十大善行 就是爱物 惜命 世间 人人都会珍惜贵的东西 因为贵的东西 比较难得 比如 金银 珠宝 就特别珍惜 浪费 便宜的东西 比如说 粮食 和水 因为 这些东西 容易得到 所以 会浪费 其实 我们不知道的是 浪费 自然界的东西 是 最损福报的 我们要 感恩 自然界 赐予我们的 粮食 水 和 其他资源 明朝的 张一方 富甲一方 家里有 良田万寝 每年 收到 电农的 租粮 实在多的 不得了 放在仓库里 堆积如山 长时间不吃 就腐烂了 他就命人 把腐烂的 五骨 扫除丢弃 甚至还拿 芝麻来喂猪 绿豆来喂牛羊 牲畜 有的人劝他 用这些 吃不了的粮食 出来 救济穷人 他都不肯 后来 正德六年 黄河决地 洪水把张一夫的田 席卷之后 都变成了河流 一夜之间 张一方 倾家荡产 金银财宝 良田万寝 都化作乌有 最后他们一家人 都只能饿死 人类要对食物 有敬畏 五骨杂粮 水 都是自然产生的 要有敬畏之心 人来到世界上 吃多少 都是由福报决定的 无论是百万富翁 还是乞丐 只要命中带着吃的 都不会饿死 要是命中福报损耗了 有钱也可能会饿死 上天最看不过的 就是人糟蹋和浪费粮食 你今天浪费种下恶因 之后就会承担果报 你怎样对待食物 别人就怎样对待你 一个人对待食物的态度 能反映出他的性情 反映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林清玄在描写一篇 有关食物的文章中说到 人总是选择自己的喜好 这喜好 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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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 我们的人品体现在点滴小事之间 不要在餐桌上泄露了自己的人品 精神的养成也浸在这一碗一块之间 对饮食的耐心 既是对生活的热忱 不过一碗人间烟火里 有这样一句话 人生在世 无非吃喝二字 将生活嚼得有滋有味 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 往往靠的不只是嘴巴 还要有一颗浸透人间烟火的心 随着现代人生活越来越忙碌 我们越来越忽略了在家吃饭的事情 大多数情况下 快餐外卖就能解决一天的温饱 家里厨房也变得越来越冷清 家人之间的感情也随之渐渐生疏 现在离婚率如此之高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感受不到家的温暖 下厨到底和日常家庭生活有怎样密切的关系呢 家人一起逛街买菜 回来洗洗切切 一起在煤气灶上忙活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 家里的油盐酱醋 在指尖挥洒 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 最近频频爆出明星的婚变消息 可能原因也少不了这一点 浮华的社会 让我们的内心也变得浮躁 每天出现于各种华丽的宴席 食物只是陪衬 我们越来越缺少对食物的尊重 你为爱的人精心准备一餐可口的饭菜 是多少华美盛宴都比不上的 做饭的时候温情满满的 生活也温情满满 谁家里热气腾腾 谁家的日子一定不孤单 谁也鸟鸟 人间自古和吃有关 一餐一饭一块一碗 吃饭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与天地结缘 正是这样 我们的碗里藏着我们这一生的福报 本期节目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不错的话 请给我们点赞转发 同时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您的看法 关注一经风水 学习古人智慧 找到成功秘诀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